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叫William 很高興的女角獎 我是做手錶的 我自己創業做了一個香港的陀佛人手錶 叫做萬希泉 25-6年期間開了去18-20個國家 有200個銷售點 有幾間專門點 一步一腳印 我們集中宣揚香港中西文化合璧 有些東方文化色彩 有些西方文化精髓 找到香港不同界標的名人合作 做了很多不同的手錶 希望歌頌香港文化和香港精神 萬希泉的理念 英文名叫做Memorial Memorial加Original 紀念價值加寶一無二 萬希泉本身中文的意思 就是萬眾希望的傳言 我希望這個標不單記載時間 亦都希望這隻標 是真的可以把希望 帶給每一個不同的客戶群和粉絲 希望所有喜歡我們標的朋友 都得到希望 得到一個正能量 陀飛輪是創造了我夢想的一個起步點 我不敢說它是我的夢想的所有的一個物件 因為它是給了我一個很好的一個窗口 給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方向 讓我用陀飛輪帶出很多信息 因為我認為一個產品和一個品牌的分別 就是品牌是給予一個產品的生命 因為透過品牌的故事當中 創辦人所面對的一些不同的喜怒哀樂 面對不同的人生觀 放進去那個產品 那個產品才叫做很完美很漂亮的一個品牌 而陀飛輪就是一個產品 但是當我用陀飛輪這個產品 帶出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團隊的一些思想 或者我將陀飛輪和很多不同的香港的名人 和世界性的不同的名人合作 去創造一些不同的故事系列的時候 這個陀飛輪開始就越來越有生命力了 這個生命力就是我創造夢想的起步點 其實夢想這件事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因為有夢想才有堅持 有堅持才有力量去努力去創造一個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一定要有夢想 這個方向要很清晰 還有要確實說服自己的 就像我自己創業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知道前路是很多挑戰 我身邊都會有很大的阻力 無論親朋戚友都會一定 我決心放棄一個高薪厚職的時候 去做一個傳統工業的時候 由中環坐回柴灣的時候 的確身邊的人會很擔心 亦都會很反對 這個一定的了 那你怎樣令到身邊的人信任和支持你呢 或者你怎樣說服到身邊的人呢 一定要說服自己先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多思考 去多發覺自己喜歡的興趣 或者去找多些有益的朋友 大家多些探討 大家去聊多些 善用自己空閒的時間 去多些看 多些想 多些走動 去發掘自己的夢想 透過自己的靈感 或者透過自己喜愛的事物 找到一個很有建設性 幫助到社會 幫助到自己 幫助到身邊人的一個發展方向 其實我就會界定為一個很好的夢想 這個很好的夢想 就要看下你們年輕人 有沒有一個決心和毅力 好像說回我自己的故事 當中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一個 算是一個中高價位的奢侈品 是用奢侈的中標品牌 以香港品牌去發展 我為了希望宣揚 我就是夢想 就是宣揚香港精神 宣揚香港的力量 我是大膽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當中其實遇到的挑戰是非常之大 到現在其實做了五六年 都是一路面對不同 各式各樣的挑戰 你的心態一定要堅強 要有正能量 你將挑戰變成夢想當中 整個夢想故事裡面的一些很好的內容 你想起將來你堅持下去 到過了難關之後 將來你分享給朋友 或者分享給你的家人也好 或者女兒也好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故事 每次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所謂的挫折 其實就不是挫折 是令到點綴夢想的一些元素 你一步一腳人這樣走 繼續努力去堅持去做 夢想可成真 大家的生活就會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社會又會發展得更好 又會更和諧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更好的事業方向去創造自己的人生 生命轉動 創造傳奇 走出框架 成就夢想 lat吧 走出框架火 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